其實我離開了英國大概十天左右回到香港 是不是真的回流香港呢? 不是,不過去見朋友,探望親人 我女兒又要跟朋友有個grad trip,畢業旅行去日本幾天 我順帶又跟在一起去 這陣子很熱啊,氣候真的有點不適應 好像我這麼喜歡吃的人,也是要吃一輪我以前吃的東西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幾間我最喜歡的餐廳 第一間跟大家推薦是荃灣咸田街的肥仔記大牌檔 這間我其實拍了一些視頻,不知為何回來就不見了 不過也要推薦給大家 這間以前是三波坊的,叫三波小廚 後來好像換了老闆,又搬了,地址變成在咸田街 我們在荃灣長大,也很熟悉那裡的環境 這間,如果你真的喜歡吃一些舊式的廣東菜 舊式的粵菜,這間的師傅功夫非常紮實 賣的都是大排檔的菜式來的 鍋氣非常舊,味道相當好 推薦大家吃的,第一就是馬鈕鹹魚蒸肉餅 我吃過這麼多蒸肉餅,這間是最好吃的那間 馬鈕鹹魚的味道和肉餅合得剛剛好 這道菜大家要試一下 換了在以前的年代,只是這道菜 只吃三碗白飯都很冷 不過現在真的不鼓勵大家吃這麼多白飯 試一下味道就算了 第二樣建議大家吃的就是西蘭花炒蝦球 蝦球炒得相當有鑊氣 西蘭花炒得剛剛好 記住就叫他們給蝦醬,蝦球點著蝦醬來吃 就是零食的味道 以前它的味道就是辣酒煮花蘿,也相當好吃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我忘記了 不過這陣子因為一次去都不叫太多菜 我也不知道它現在還有沒有 不過以前三波小廚的時候有味道 辣酒煮花蘿也是非常好吃 椒鹽鮮有也是好吃的 它有兩樣東西大家都要留意 如果去的就記住這兩樣東西 第一,它還有做粵式燉湯 當然要看季節,看看有什麼燉湯 如果季節對的話,或者它有料 它甚至有杏汁白費湯 杏汁白費湯現在都很少地方會做 因為工夫很多 但你做得好就相當好吃 這家肥仔幾天做的杏汁白費湯 是非常非常好吃 而且價錢也不貴 不過通常要預訂的 要記得訂位的時候就跟它訂定 有什麼燉湯 訂定一鍋 大家一家人分享 就非常好 第二,它還做來料加工 應該都做的 大家先問清楚 以前在三波小廚都做的 我記得我以前在大美篤有個魚場 現在好像撿了一顆 大美篤有一次釣了兩斤筍殼 兩斤筍殼自己不懂得做 想起這家三波小廚 或者現在叫做肥仔記大白檔 我把魚拿去那裡加工 加工的話 看你多重 我記得那時候師傅做油浸筍殼 真的非常好吃 我覺得那條筍殼 真的比得起石斑 比得起鹹水魚 蒸蒸石斑的鮮甜 大家如果想加工的話 如果還有的話 去旁邊的楊屋道街市 楊屋道街市有很多海鮮 東星西星 龍蝦那些 師傅功夫也非常好 都做到剛剛好 鮮甜得來 又不會過熟 第二間我推薦給大家吃的 就是土瓜環 叫做麵麵棧 在北地街 麵麵棧賣的是竹星麵 和大家平常吃的雲吞麵 那些鹹水麵有些不同 鹹水麵的味道 有些人未必喜歡 我自己是一般的 他賣的是竹星麵 還有他做的南乳豬手 做得相當出色 很香很軟 又很入味 我們去一般叫豬手 我喜歡吃牛腩 豬手牛腩拌麵 相當好吃 好像現在賣七十多元 我想 話說香港的東西好像貴了很多 第三間介紹給大家 就是夏銘記麵家 夏銘記之前是在西環的 我這次住酒店 就住在九龍這邊 我發覺他現在搬去白家市街 或者在佐敦 就變得方便很多了 夏銘記呢 我自己覺得 其實吃麵 粉 其實也不是很特別 其實 不過呢 夏銘記 通常要叫一件 就是他們新鮮炸出來的 一條魚片 通常呢 就整條點的 好像六十幾七十幾元 那就是一條魚片 那一條魚片新鮮熱辣炸出來 真的很好吃的 那叫一條魚片 那叫麵 叫粉來吃 真的大滿足 那大家要吃 就記住 就叫一條魚片 還有一件事 就令我念念不忘的 就是這個 他出的那個辣椒油 那這個辣椒油 那以前的包裝比較 平民化些 那現在就漂亮了些 那也都 都不便宜 現在一瓶這些 都要一百元 大瓶那些一百元 那但是他呢 就真的 零瀉香的 那我去這邊呢 就很多時候蘸一些 就是比如家裡 那這邊呢 就有些雪藏的那些 蝦餃燒賣 都做得很好 做得好過那些公仔燒賣 味道都有 八成酒樓的味道 那所以在家裡 就蒸了些蝦餃燒賣 蘸這些辣椒油 真的非常好吃 那這些辣椒油 那這些辣椒油 零瀉好吃些 零瀉香些 我自己都試過做辣椒油 但是又做不到那種香味 那所以這次呢 我都特地去呢 就買了梁俊 經常都賣斷貨的 那我都去了幾次才買到梁俊 那還有一間想介紹給大家呢 就是九龍城南角度的 龍姐 泰國菜館 那是一種 面料上沒有的 那這些東西呢 就叫做 鴨撈麵 那你叫了 那你叫它呢 給你那些辣椒粉 那還有那些辣椒魚露 那逐支逐些 加上去 那混在一起 真的非常之好吃的 真的很難形容 大家試過才知道 那這些味道呢 就真的非常之泰國的 那另外它的木瓜沙律 都很好吃的 那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好 今天先講到這裡 那大家如果喜歡 這些閒話家常的影片 那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我喜歡的話 我下次再講給大家 在香港我買了什麼手信回來的 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留言 還沒買過新書 你可以去HKTV Mall 訂購我的新書 裡面有很多很有用 又很容易明白的 醫學資訊 買好一本 在家裡看門口 有空看看 增長知識 有備無患 在三宗箱和成品都可以賣 天地圖書也有 可書 不得了 有什麼事情 我應該會有 有什麼事情 我應該會想賣 在家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